Excel裡面來做 現在我們換到那個Google試算表 那做的方式當然感覺起來應該沒有Excel那麼方便 因為Excel還可以點用框框直接就可以 那在這裡的話變成你要自己全部Key 要Key 所以變成說你的手動的幾乎會比較大 那方法的話等於 第一個沒辦法插入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自己要輸入if有沒有 刮符 刮符之後的話呢要加一個函數 所以自己要Key上去and and 那它大小寫是沒有差別的沒關係 那第一個條件是他 所以他要大於20 第二個條件是豆點就對了 豆點之後的話呢 這個條件要大於8萬 好 最後記得要刮符 那這個刮符是and的刮符 不是if的刮符 if的刮符還沒結束 後面加一個豆點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呢 那就是是 是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輸入一個是 是 然後 再一個豆點 再一個豆點 然後再一個 引號 移到前面 這邊輸入for 然後後刮符 這個後刮符是if的刮符 按一個enter and之後的話呢 那它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把這個地方置中 那往下填滿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有沒有一樣 只是說呢 全程要自己Key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很熟練 那底下優劣怎麼做 優劣當然有個方法 如果說要是我來做 我會把這個公式呢 Ctrl加C 把它複製起來 CtrlC 複製之後的話呢 再點到下面這裡 再把它Ctrl加V 因為它公式呢 只要改 幾個地方就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 銷售量儲存口 本來在B2的地方呢 把它改成B12 所以這邊改成B12 那這邊的話呢 D12改成 這個2改成12 那這邊改成U 所以這邊的話呢 U 那後面這個叫列 Enter 基本上 那這地方做出來的結果 跟Excel大同小異 只是說呢 方便度沒有那麼高而已 沒有那麼高 這裡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公式其實都一樣 只是說你必須 要把它從頭到尾 再輸入一遍